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二十大前中国网络意见先清零 中共高层内控 刘鹤和韩正针锋相对 黄思聪被全网封杀 四千万粉丝账号一夜归零 前美驻联合国大使联储信 与美大学切断和中国经济联系 被乌克兰炸干 美军暴露了严重问题 民意研究所副总裁钟建华说 香港离慢着文革风气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二十大前中国网络意见先清零 随着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临近 中共对民意的控制日渐加剧 除了官媒对中共的歌功吹捧 近期中共掌控的 境内几家主要媒体和社交平台 也发起了最新一轮的言论肃称行动 在今个秋天即将召开的二十大前夕 中共当局使出一贯作风 不单止全国上下展开强国复兴有我的政治动员 打压民意和异己 更是在强硬防疫清零的同时 下令对网络意见清零 但凡在网络上有对马列毛邓 或者是中国经济政策和对外的言论 一律被缩清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 当局正是密切着手清零抵触共产党史观的网络文章 当局控制下的科技新创公司 字节跳动旗下两个社交媒体 就分别利用大数据的新闻平台 《今日头条》和影音共享社群 国内版的抖音发布通知 断续用户对上传涉及历史虚无主义内容的文字进行举报 报道说 肃清内容包括敏感和时下热议 涉及共党 中国或建军历史的挑衅 针对马列毛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批评 关于共党发展史 中国经济和开放政策的争议 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措辞 诈奉党史或洗白官版正史中定性的败类 也就是说 凡牵涉历史虚无主义的铁文 全部都要清零 凡涉及污蔑中共定义的传统中华文化 或社会主义和革命文化的网络铁文 也是锁定对象 更要严格审查任何刊登 崇拜西方文化或历史和殖民主义的内容 中国最大的知识共享平台 支付就在19日至24日展开宿称行动 声称上周处理了67则涉及历史虚无主义的普怨文 又说若干铁文的作者声称 评价历史或厘清历史的微言大意 实际上却是散播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害信息 而新浪的影音分享平台看点亦展开小规模的资讯清零 又警告用户若发表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 账号可能会被永久删除 之前中国的网络共享平台 在3月就已经经历过一次大规模整肅 当时的微博、抖音、百度和腾讯 接获超过37万有关侵权抹黑或诽谤的举报 中共高层内控 刘鹤和韩正针锋相对 英国《金融时报》在礼拜三报道 中国领导层就整顿地产市场的问题 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 报道引述6位未具名政府官员和政策顾问说 在这场博役中 中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 和另一位副总理胡春华是其中一方 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用的副总理刘鹤 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二纲就站在另一方 两大阵营就应否放缓 向地产商施压的做法有不同意见 报道说 楼鹤阵营担心政府目前低估了整顿地产商 和防疫封控措施的经济影响 由他领导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希望比地产商更大的预售款使用自由度 不过另外两位副总理韩正和胡春华 和住房部立场一致 希望在地产商如何使用预售款方面 维持一定限制 报道又说 楼鹤的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 希望给负债累累的开发商这么多自由 以部署来自预付房屋的买家收入 在过去一年 地方政府对销售收入进行圈定 令它只用于完成相关项目 《金融时报》引述一位和刘鹤有同样担忧的政府顾问说 派款人 无论是银行或是债务投资者 让开发商延长还款期已经很常见了 行业的持续疲软可能会导致坏脏激增 整个金融行业都会倒闭 天津开发商融创的一位高管也向《金融时报》表示 应该允许房地产公司用新项目的销售收入 偿还旧项目的欠款 报道引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说 如果我们收集了1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这些收入将在三年内用于一个项目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将其中的1亿元人民币 专门用在其他地方并在日后尝玩 据指韩正和胡春华的支持者认为 有关担忧是被夸大了 报道引述一位消息人士说 不是每个金融机构都会倒下 我们总可以让健康的银行 救助有问题的银行 虽然刘鹤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 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金官员 但韩正是三位副总理中排名最高的一位 黄思聪被全网封杀 4000万粉丝账号一夜归零 前中国首富 曼达集团董事黄思聪的微博被官方禁延后 在27日他的微博账号被彻底封杀 拥有超过40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一夜归零 之前他曾多次挑战当局的防疫政策 受到舆论关注 截至目前 黄思聪的微博账号和超话都被封禁 访问他的微博地址提示 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 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 现已无法查看 他的微博内容被全部删除 在微博上已无法搜索到黄思聪的账号 而他的微信账号也被封杀 黄思聪兼任曼达集团董事 也是北京普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自小被送往国外 新加坡和英国读书 有媒体说他作风高调 几乎每次发言都会成网络热议的话题 近期黄思聪多次挑战当局的防疫政策 受到各界舆论关注 在今月5日 黄思聪at央视新闻 要求他删除有关美国新冠数据的假新闻 在4月7日 黄思聪针对歌姬犬被无害化处理的事件发生 并影射言论不自由 在4月13日 黄思聪转发 岁前消息编辑部发布的微博 质疑莲花清瘟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是断章取义借势炒作 又质疑 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 谁告诉你的 他还说证监会应盐查以领药业 之后具有专业医疗背景的知名科普网站 定向医生官方微博在4月17日刊发文章说 没有病不要乱吃药 莲花清瘟都一样 在各方质疑声中 4月15日和18日 莲花清瘟的制造公司以领药业 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停 总市值缩水超过127亿 在黄思聪微博被禁延后 以领药业受到官方力捧 它的股价在4月19日收盘微占 另外官方大力推荐以领药业的 莲花清瘟用于防疫 据上海市民近日发布的消息说 现在市民要饭没饭 官方却多次为市民发放莲花清瘟 很多人根本不吃 据说对胃还有副作用 前美驻联合国大使联初信 呼吁美大学切断和中国经济联系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近日 联署了一封信咸 要求美国大学切断和中国的经济联系 据霍士新闻在4月27日报道 这封信是由雅典娜研究所起草 要求美国大学官员推动他们的学校 完全脱离和中国的经济联系 以抗议中国的人权侵犯和国际安全威胁 而克利的签名是雅典娜信中最突出的签名之一 报道说雅典娜研究所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而这封信是由学校学生领导的 致力于反对中国对美国学校的影响 克利说给霍士新闻知 美国大学必须确保他们没有送出一美元 资助种族灭绝 共产主义中国正是囚禁几百万维吾尔人 强迫他们工作 令他们遭受强奸、绝育和酷刑 报道说除了压迫本国人民外 中国还在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第一次通话中 口颜无耻地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此克利说 他们对台湾苦视眈眈 为世界带来新冠病毒 并和俄罗斯成为合作伙伴 自由世界承诺永远不再和中共违误 现在是时候把我们的钱留在我们自己里了 报道提到 根据联邦数据显示 总部刺在中国的实体 包括中共政府 在2021年和美国大学签订了1亿2千万美元的合同 而媒体在搜索大学外国礼物和合同报告资料附后发现 中国机构和20多家美国大学签订了 由10万5千美元到3千1百万美元的协议 但在美国联邦记录中 关于这些安排的细节很少 几乎看不到参与的中国私营实体和合同的具体内容 另外一直为中共歌功众得的中国政府官员黄晓明 今个月还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该报道引用华尔街日报2020年一篇 关于美国教育部对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调查报告 作为正在进行的审查一部分 该调查发现 多家美国大学并没有报告来自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至少65亿美元的外国资金 被乌克兰炸干 美军暴露严重问题 为对抗俄罗斯的军事入侵 美国将大量标枪反战车飞弹 和刺针坚射防空飞弹等武器提供被乌克兰 导致国内负存量大减 但相关厂商就难以迅速提升产量 专家说这已经突显五国大楼官僚主义严重 不够重视国防工业基础设施等问题 《空军》杂志在26日报道 前五国大楼武获与维持事务次长罗德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根据公开资料 美国可能已经将四分一的刺针飞弹库存提供给乌克兰 前五个大楼后勤官员 目前担任专业服务理事会执行长伯涂更透露 在全力支援乌克兰下 美军部分物资的库存已经在不到两个月内下降了三分一 代表可能再过约四个月就会完全耗尽 雷神技术执行长海斯就在电话会议承认 虽然该公司正努力为国际客户生产刺针飞弹 但由于美军已经有18年未采购该型武器 因此库存材料很有限 有些零件甚至已停产 导致需对武器的部分系统进行重新设计 产能可能要到2023或2024年才会有明显提升 联邦参议员布鲁门塔也透露 标枪飞弹产能需要约一年时间才有办法拉到最高 并要花32个月才保证美军的库存 罗德说五角大楼未向工业界释出 希望拥有大规模武器生产能力的明确信息 更不愿出资维持产能 导致供应链在生产线长期停滞 缺乏基础设施和工具下断裂 强调若政府不带头 企业界本来就不会进行相关投资 罗德和博徒也批评五角大楼的繁文欲借 不单只耗费时间 更成了很多企业加入国防供应链的阻碍 民意研究所副总裁钟建华说 香港离曼著文革风气 早前来港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副行政总裁钟建华 近日在电台节目批评香港离曼著文革气氛 他谈到 见到多位熟悉好友被囚禁被拘捕 港府动用煽动或煽惑法来政治打压 令他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处境 钟建华礼拜三在商台节目 讲述自己决定离港库应一事 在国安法下 还一直敢于评论当局 不同施政和政策的他直言 看到近年来港府离文明越来越远 很多人动点就指控你违反国家安全 政府用殖民地封城的煽动或煽惑法来政治打压 近期情况变得这么坏 我不得不思考 若政府好像对付欧嘉倫那样说我煽动 我怎样应对 他说 欧嘉倫和张超雄都是很温和的人 欧嘉倫因赞写文章被国安拘捕 现在的威胁越来越清楚 我父母九十多岁 我不希望他们要去荔枝国探我 钟建华批评香港现在离曼住民革风气 他说 我们调查香港人是否同意与病毒共存 有个大家都知道买假学历的人 在立法会说我们危害国家安全 立场苹果和教协被逼解散 他说中港当局应该对这些负上责任 北京和特区政府 还有所谓的爱国人士 这些人是假爱国 以越左越好去表忠逃利 好可耻 令香港好不健康 如果你被党部点名就死定 他说煽动煽惑法例的门槛很低 界线模糊 动些针对不同意政府的人就是政治打压 我做民意调查 文汇、大公、港人、港地做虚假文件和假新闻就没事 我们反而被调查 还有人说你不犯法就没事 是为政府涂资抹粉 对于自己的去向 他承认申请BNO5加1计划 移民是选项之一 但他希望只是暂时离开香港 我离开香港是因为现在不能有合理和安全的生活 我希望可以证明自己是错的 当我可以无畏无据地陈述意见 我好乐意也好渴望回来 中建华强调 自己在学生时代以希望透过知识推动社会变革 尽一个读书人的责任 若我收声就是背叛自己几十年的迹志 我宁愿捍卫自己的迹志 代价可能是有段时间回不了香港 但我会选择自由意志 继续讲自己应该讲的话 中建华离港赴英后 透露被国安约谈过三次 但强调离港和这个没有直接关系 他又说民调工作合法合理 有信心民然可以继续营运 他并透露月底若满 将会以另一个身份支援和参与民然工作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